日本是旺角首三倍 接著到雷老虎臨場落飛 拍寶都一贏再贏 兩場投馬首四倍 接著見到好爽6.3,一切順利6.8 好了,準備了 跳出來,開邊紅色衣服 勞鋒很快,大外帶著 威霸龍,搶毀的馬五運動健將 勝在的位置比較好些 現在帶出來了,印度紙寶 又在第四,其後那些有 歡樂滿堂,內蘭就是雷老虎 開邊黃黃的衣服就是好爽 前面就是卡卡小子 今天守住內蘭這個位置 開邊就是千萬福星 接著滿高滿高之後 也看到守騎士、王國手,一切順利 包美就是瀟灑大少 好了,快轉地一個彎的時候 威霸龍佔大約一個馬位 開邊的雷鋒行追上來 第二到第三,反而留住 運動健將 外面第四,二碟就是那隻 雷老虎,守內蘭第五 後面一步一步 攬著走,有印度之寶 卡卡小子大概是一個多馬位 雷老虎後面 大概第七 開始上來,有些很爽 中間外面紅眼罩就是千萬福星 接著就是王國手,趙麗都會 扔出來追,後面那些 一切順利,現在還要穩穩位 尾爾見到內蘭就是這個守騎士 滿高,有一點進展 去到這個三百的時候,前面的威霸龍 還未完全滑倒 開始追上來,最強的就是雷老虎 但是中間還有一隻卡卡小子 卡卡小子越走越行,雷老虎追上他 威霸龍還在第三位,外國好鎖 入鏡頭,旺角手來 終點前一籌,卡卡小子還隔著 雷老虎,開邊旺角手跑 第三,第四名是威霸龍 今天排好位,卡卡小子轉了來千四 發揮得相當出色,贏了那些祖馬 其他那些,其實側身馬那些 大家都能發揮到各自水準的雷老虎 那就不用說了,王國手轉彎又轉不行 起步又不順 這樣,但是馬白是很好質素 那些腳法真是,嚇死人 不過有一件事,現在才要留意 之前如果大家有留意卡卡小子 他常常是神科,上季都是 經常隔著尾巴,跑到尾巴 有時候會這樣挖著尾巴 今天那隻馬就沒有了 看看他是不是又是之前 好像奇彩那些那樣 總是不知道有哪些東西不舒服 周身不舒服,經常隔著尾巴 一弄成就行了 身體語言,可能告訴你 我不是在賽前留意到 我現在才開始想起這件事 都是的,你有沒有看到我講過 那隻輕易取勝 有時早上很容易判 然後馬走走走,下走 不是很對白 多數在那一場馬跑得不好 今天這隻馬一直跑 我印象中在賽前的神科 他都沒有說這條尾巴 留意一下這件事 可能如果是這樣開始 這馬還有一些進步都不奇怪 有轉機的 這場就快點講講些檢討 一會兒又浪費時間 接近千一米處寬樂滿堂 就在雷老虎和印度之寶之間受制 逼的時候失去停行 當時雷老虎就略為向外面斜跑 而印度之寶 起初就被雷鋒行帶向內跑 繼而略為向外面斜跑 雷鋒行就被威霸龍帶向內跑小組 沒有採取行動 有問這個瀟灑大少 湯志傑的解釋說 隻馬今天第一次出賽 出閘差略之後 未能夠加速對馬群拋離 他說繼續吹拆隻馬追前 但坐騎沒有了反應 直路上面的手足並用猛力吹拆 接近一百米處是收慢 和向外面移出現